我是偶像吗 我早不觉得 我挺期待30岁的 期待了好久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 等吧 等30岁 30岁的男人才叫真正的男人 努力拍 什么拍都不努力的都是没用的 实现了 主要是因为我当初设的目标太低了 我刚出到的是歌手 然后我就说 要是有一天 我有一张专辑 里面的歌都是我自己做 乐器都是自己看的 一首包办创作 自己监制 哇多厉害 然后那张专辑都是 人们能买到的 这就是我的目标 然后就是第一年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出了这样的 我很希望能演到一部戏 是国际上的 哪怕有一部戏 国际上有任务 就是说 30岁到40岁 这是那种家里的演务 很多人会觉得综艺节目是不务中演 其实它是很帮助演员的 拍戏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 你是有剧本 你是有台词的 很多时候连走位都是不务中演的 其实是个 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一个情绪 但是综艺节目呢 就完全是你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 这个就是综艺节目可爱好玩的地方 主要是感动 我觉得我进入前五名 并不代表我有多厉害 而是我有多幸运 说实话就是谁演到成龙大哥 顾虎瑜伽 你实际一个一对吗 之前韩战也是 我不是认为是我个人的功劳吗 基本上每一天都掉位啊 这也挺有意思的 对 古剑应该是为数不多的戏 就是在天空中多余在地上 礼物都挺特别的 粉丝们想的都挺有创意的 有一位粉丝送了一个 磕漏型的某一个音乐器 说中药啊 让我泡澡的啊 可能粉丝们觉得动作演员 比较容易受伤的 最印象深刻的 应该是那个时候 古威娘传奇刚播 那个时候应该是我 继出到一来第一次 真的有骂声了 而且那个时候 应该想我的状态是 花姐 如果第十二 我可以一直累到自己身 都看到了 别人听了 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就哎 有趣 就这么说来 啊 看一下 怎么得罪你了啊 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角色 为什么要找你 你凭什么 你会演戏吗 你会演戏吗 骂骂一大堆 他来了一句 但是 我不得不说 你把这个人物 点到我能感动 我虽然是 我当我想说 一句信 就是那一放过来的时候 我从小都是 特别顺其自然的 你知道我当歌手 前三年 我有想过 做投资银行啊 或者当 键车设计啊 突然之 就是 好像真的 很喜欢 那些 好不好 做音乐吧 就是这样 顺序的突发 嗯 走你 咱咱咱咱 男的 别人 我当歌手